科比酱酒 致敬传奇 大陆贵州酒厂最新产品 主打和已故篮球巨星 科比致敬 瓶口设计是一颗篮球 瓶身则呈现出球衣样式 用了科比球衣号码 8和24 正面logo设计 也和Nike旗下科比系列logo相近 酒商的宣传片还能看到 包括艺术体操冠军周星宇 速度滑冰青年世界冠军 林雪等运动好手 念着科比深浅名言 替酱酒打广告 酒商的致敬引起话题 但看在许多科比球迷的眼里 却很刺眼 痛批根本是吃人血馒头 还有律师也出面提出质疑 科比作为一名篮球巨星 是广为人知的工作人物 他的姓名 形象 球负号码 等相关元素都受到保护 如果没有得到凝确授权 擅自使用这相关的标志型号码 很可能构成侵权 2020年科比搭乘私人直升机 失事身亡 享年41岁 至今在全球 仍有许多人对他的离去 充满不舍 高讨论度被酒商盯上 引发批评 舆论发酵后 在宣传片出现的运动员 经纪人表示 选手只是帮忙拍影片 没有代言 还有网友挖出 酒商曾以科比的元素图像 申请五个商标 酒商到底是致敬 还是碰瓷 当地官方表示 已经展开调查 TVBS新闻线 瑞丽敏珍 综合报导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 TVBS新闻网APP 前面 请不吝点赞 订阅